他是美国抛弃的知名光学专家 无奈之下投奔中国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他重新施展自己的抱负 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 10亿像素的摄像机 并轰动全世界 这项技术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天文 医学 军事等领域 为我国带来了超过千亿元的收入 美国得知这个消息后 十分后悔当初的决定 并勒令他回到美国发展 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他就是戴维布拉迪 那么 他是如何被美国抛弃的 又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 我们知道 随着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增长 一系列高科技技术也随之面世 无论是军用设施 比如军用飞机 侦察机 望远镜等 还是民用设施 比如监控摄像头 都需要越来越精密的摄像设备作为基础 而戴维无疑是高精密摄像领域的专家 在2016年来到中国后 更是研究出了像素达到10亿的摄像头 这一成果惊艳了全世界 要知道 10亿像素的摄像头 意味着可以让人在一公里外 看清一枚瓶盖 这样的设施 若是应用在军事设备上 释放的威力可想而知 自从这项技术面试 戴维的10亿像素摄像头 被广泛运用到我国的各个领域 比如天网系统 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其经济收益保守估计1500亿人民币 但是话虽这样说 美国人也不傻 戴维的研究成果这么有用 他们怎么会把戴维拱手让人 让他来中国发展呢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在2013年时 戴维曾经也确实与美国军方签订了合约 短暂地得到过美国军方的经济支持 然而事不凑巧 那一年 美国的CF卫星成功入轨 精度大大提高 依靠着这项技术 美国人可以从卫星上 得到街道上的清晰景象 这个消息对戴维来说是很不利的 因为美国军方之前之所以答应与他合作 就是看在戴维的高精度摄像头 是独一无二的摄像设备 可是CF卫星的成功入轨 使得卫星图像精度 这就使得高精度摄像头有了替代品 不再是为他不可了 因此 美国军方得知消息后大喜过望 不顾戴维的请求匆忙撤资 使戴维十分心寒 那段时间 戴维的人生可谓是跌入低谷 因为科研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撑 没有了美国军方的支持 戴维的研究之路可谓是举步为鉴 掏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后 他四处筹款 可是最终筹集到的钱 连维护设备都不够 更不要说展开研究了 当时 戴维一路萎靡不振 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中国人 如天降神兵般地联系到了他 并承诺会资助戴维 以支持他的研究 这个人 就是时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 美国移动通信 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王惠东 他是美国抛弃的知名光学专家 无奈之下投奔中国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他重新施展自己的抱负 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 10亿像素的摄像机 并轰动全世界 他就是戴维布拉迪 当初他被美国抛弃时 王惠东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到中国来合作 王惠东毕业于北京大学 后又在美国俄亥俄大学留学深造 毕业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 同时 他还是美国移动通信公司 在中国区的总经理 能得到这样一位人物的支持 戴维自然是很高兴的 更何况 他当时走投无路 就欣然接受了王惠东的邀请 而王惠东自己本就是高知 所以看人的眼光也是相当毒辣的 他觉得戴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所掌握的这项技术 更是大有可为 拥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因此 在2016年 两人成功达成一致意见 开始合作 而刚刚经受过人生挫折的戴维 也将那些失败抛之脑后 抱着满怀期待 和一丝忐忑来到中国 然而 王惠东并不像美国投资人那样 出而反而 在戴维来到中国后 如愿得到了王惠东之前 承诺的500万资金和场地等资源 在这项研究项目上 中国政府也给了戴维大量的支持 更是对他的研究寄予厚望 而戴维最终也不负所托 成功研究出了 10亿像素摄像头 惊艳实际 在看到戴维的生产成果后 美国却坐不住了 他们认为戴维是一种投敌行为 气急败坏的美国 不允许戴维公布自己的成果 并且勒令戴维回国发展 然而 面对和先前态度大相径庭的美国 戴维的态度始终十分冷淡 表示自己已经入中国国籍 并公开和美国政府叫板 由于戴维此时已是中国国籍 美国政府在跳脚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人总是这样 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当年美国军方匆忙撤资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他们如今后悔的这一天 他是美国抛弃的知名光学专家 无奈之下投奔中国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他重新施展自己的抱负 成功研制出 世界上第一台10亿像素的摄像机 并轰动全世界 他就是戴维布拉迪 当初他被美国抛弃时 王慧东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到中国来合作 其实 王慧东在很早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戴维 因为戴维曾2012年 就在《自然》期刊上 发表过与高精度摄像机相关的文章 并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然而 戴维能有今天 不仅靠天赋和努力 更靠运气 出生于一个工人 家庭的戴维 从小就乐于思考和实践 学习成绩也比较优秀 在考入马卡莱斯特文理学院后 对光学镜头有浓厚兴趣 和求知欲的戴维 得到了一名教授的认可 戴维和这位老教授十分投缘 老教授也很欣赏戴维 因此邀请戴维加入了 他当时正在研究的镜头积变课题 镜头积变 其实就是对于镜头成像失真的一种统称 是一个困扰人们已久的光学难题 在加入教授的课题组后 戴维完全点燃了 对于光学器件的热情 努力学习 字字不倦 终于 在他大学毕业那年 得到了来自加州理工大学的推荐名额 戴维正式成为一名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 在加州理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后 戴维曾短暂地教过几年书 他曾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 杜克大学任教 教授计算机相关的科目 也正是这一段看起来 与光学没什么关系的经历 让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戴维将计算机技术与光学理论结合起来 提出了通过将计算机技术与光学镜头结合 创造一种高精度摄像机的猜想 经过11年的刻苦研究 戴维将他的研究成果整理了出来 发布在一侧 在科学界具有权威地位的期刊《自然》上 世界科学领域一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对戴维所提出的高精度摄像机议论纷纷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设备一旦被研发出来 一定会引发一场科学界的大震动 各种以前觉得不可能的猜想 也会因此得以实现 也是因为戴维所提出的高精摄像机 有着巨大的前景 美国军方找到了戴维 希望能够与他达成合作 将这一技术运用到美国的军备设施上去 面对美国军方的邀请 戴维当然欣然同意 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这之后的几年 戴维的研究进度迟迟无法突破 意义之卡壳 美国军方见戴维的项目总是没有结果 再加上当时CF卫星成功入轨 高精摄像头亦是有了替代品 美国军方便不再继续支持戴维 果断撤资了 而戴维的研究也就此被迫终止 直到后来得到了王惠东的资助 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这个项目才能够继续下去 并且最终以华丽的姿态震惊了世界 因此 戴维心中充满了对中国的感激 他后来在2018年加入中国国籍 并且不愿意再回美国 也是情有可原的 总结 作为一个拥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国家 中国不用依靠移民来发展自己 但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中国对于世界性的人才 也向来是尊重 鼓励 支持的 就像上文中所说的戴维一样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 或者高级人才 由于种种原因 无法实现他们的报复和理想 在这时 中国愿意伸出橄榄枝 为高素质人才提供发展的空间 毕竟 吸纳高质量人才 也是推进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策略 希望我国在未来 能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良勤择目而期 吸引更多高质量人才 共同投身到国家建设的队伍之中来 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